如果说病人胃癌出现了肝脏的转移 多数情况下我们早期发现的时候 是通过CT来发现肝脏转移的 一旦病人出现明显的症状 病人出现黄胆肝大或者出现了腐水 那这时候那就已经相当相当的晚期了 因为病人可能肝脏的转移 可能会影响到肝脏的肝功能 那么病人可能就会出现肝脆的疼痛 皮肤的黄胆眼睛的发黄体重的下降 甚至到更晚一点会出现腐水 严重的出现腐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